针对日前 巴黎长荣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的相关布置衍生争议 长荣集团23号发表声明致歉 表示会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况 同时强调 认同酒而共识 以及反对台独 集团唱办人张荣发在生前对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不遗余力 近日有内地旅游博主发布一段视频称 巴黎奥运期间 巴黎长荣桂冠酒店内部悬挂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旗帜 却没有挂中国国旗 博主提供国旗要求挂上却遭到拒绝 有员工透露称是中国台湾级总经理要求检调 长荣集团在23号声明中表示 集团认同九二共识 即反对台独 集团创办人继总裁张荣发生前对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不遗余力 认为九二共识 即反对台独 才是两岸对话的基础 台湾独立势必导致两岸关系动荡 百姓生活安定才最重要 声明又指 长荣集团一直遵循及落实张荣发两岸关系的理念 因为唯有建构和平稳定和谐的两岸关系 才能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安定无余的生活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集团进一步强调 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 对于跨国企业在产业布局上是不可或缺的一块 长荣桂关酒店上海官网15号已就事件发表声明道歉 落款为长荣桂关酒店 称此事处理欠周全 不希望影响两岸人民情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